新闻头条带您来关心检察总长黄世民被控泄密遭移送评件 检察官评件委员会今天决议将黄世民报由法务部移送监察院 建议要撤职 针对检察总长黄世民特征组长杨仲宗 以及检察官郑宗生源涉及泄密 乌龙监听国会小总计案 检察官评件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密集开会讨论 今天完成调查 认为黄等三人有受惩戒的必要 决议送监察院审议 并建议将黄世民撤除检察官的职务 杨正则各计申戒